一个先锋,那现在这是一个当事呢,现在场面上来说 纳吉德 给对方提头 挑进板边,挑出想抓提头,没有骗到 对方两极得远,对方是中间,他这是手挂 好,又挂杀链了,又开始挂杀 两个地方吃了牛肉根了 没想吃牛肉根了,牛肉根的朋友点开下方牛肉根了 购物车里面牛肉根非常好吃 可以拍一下海渊剑牛肉,那现在场上来说是 M大士的 孙颖 大表哥 好了,压着他,有没有 王爷第一个 暴戏的 纳吉德还有一战之力吗 哎呀,想撒了,同时出彩 回马哥 回马哥回家,龙龙直播提醒的马匹圣誓 在那个直播动态里面吧 好像在直播动态里回,40个人也玩得少 我们现在看了本场比赛是冬帐,今天晚上冬帐确实让大家眼前一亮 很多,很少见用冬帐的选手了 冬帐很少出现 好了,有一个清晨选手 波生产,实质属于波士杀术,死了对方魔血 M大士实际上说了一句八嘎 这家伙啊,太坏了,太坏了 人家用波把他封死了 挑不过来啊 难道说冬帐要拿下对方的八神吗 冬帐现在仅仅满血,有仪器,八神四季在手 好的,日本好成龙,铃空完美 铃空开始,继续发波,哎,八神跳,挑不起来 哎,你跳我就成龙啊 波生流,前面又是波生流,这是波生流的打法 你还真的不敢跳 你滚吧,很可能会对方确认你,你看 表哥这么无风压制,哎 太远了,出重成龙,出重波 又是个成龙,哎,你跳我就成龙 防守我就继续发波 好,远身重团,远身重团,直接去开比赛取消 来了,M3现在直接大含一声八个亚组 好了,还是没有拿下冬帐 冬帐凹了一波树龙,这波树龙害了他呀,完了 表哥,这波树龙凹了一个季度 还有一次机会吗 冬帐下盘再次失手 表哥怎么就不判断失误了 现在的场面对于大表哥来说还是有利的,因为他还有一个满血的管家 现在还,现在 M大手估计也是想骂您了,大嘎 这个家伙都多了,太讨厌了 好了,想自己压制 怎么着怎么着 远身重腿开比赛 这套打完之后,爬神要把大嘎哥的血量干掉了 四姿哥,哎呦,好疼 血量马上凉气了,他这里三斤资源,马上变四字气 恶波超杀 血量上来说,两人想惨无解,就差一个机会 表哥要压制啊,你把八神抢先暴气 他与四姿的血量怎么着 条麦 表哥,还被 required 好 大招带起来 关键时刻 关键时刻 大表哥 怎么办 对方二手龙 哎呀 恭喜大表哥给他点个赞 小浩们真的害对啦